闭幕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素主持 列席指导的中央常务委员袁守仙、郑延峰也都参加了闭幕典礼 张秘书长首先致辞 对国民党中央与其地方各级同事 过去一年来的心情工作和优异的表现表示由衷的敬意 他并且对出席党务工作会议的代表 在三天来无论在大会、分组审查、业务座谈中的认真态度表示赞扬 张秘书长最后说 他坚信只要我们服务总裁自立自强、操支在我的迅势、信赖总裁 所有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革命的任务也一定可以达成 大会指导袁守先接着致辞 他对大会三项主题致辞实际的提出研讨表示加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